哈喽 每周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最近大家是不是忙着追墨云间和玫瑰故事呢 龙一熙 宋艺主演的《严心记》 网传演技将订到 想必大家接下来暑期一定不会就慌了 而最近内与不少正在拍摄的新剧也引发网友热议 跟君君一起来看看本周的新剧资讯吧 一 张文艺新剧热恋景甜 她脸不浮肿 已整形 张文艺去年与杨子谭剑四 邓文与王红艺主演古装剧《长相思暴红》 随即喜悦不断 她与王楚然主演古装新剧柳州记 也与玉古瑶人敏合作古装新剧锦绣安宁 近日张文艺与卓卓风流女主角景甜主演的古装新剧四景拍摄画面曝光 只见景甜穿着彩度相当高的层层细服 外层是蓝绿与浅蓝堆债的宽袖 内层则是深蓝与虫子交叠的交领衣袍 衣经挤腰带上还有雕刻精致的金属锥饰 看起来有几分精致 头上则是珍珠 即树袋编织的凡幅发饰 整个人看起来有几分典雅 但不知为何她脸部浮肿 反而衬托身后绑着公子高马尾 穿着黑色金纹衣袍的张文艺更为稚气 也因脸上的浮肿让35岁的景甜 看起来不止大了30岁的张文艺只有5岁 两人年龄差距看起来更大 虽然有网友认为景甜是皮肤过敏 但也有网友认为她很可能是整容失败 才会导致老太忽然出现 连眼睛也比之前小了一大圈 纷纷留言劝告她 已是美女实在无需再动手脚 以免越动越糟 景天过去曾受访坦言自己加宽双眼皮 曾跑去埋线 结果变得超级诡异 还有人觉得她像搞笑人物 直到后续进场维修才会和她天仙颜值 这次在四景拍摄期间又出现脸部浮肿 不少人都很担心她是否又对自己动刀了 四景改编自作家《冬天的柳叶》 所著同名小说 故事描述平波幅私女江四景田饰演 定青不久就退青 由而遭到江家族人刁难 直到遇见命定之人玉景张婉意饰演之后 她意外开启预言功能 从此之后 不仅可以化身宅斗高手 维持自己的信念 还可以帮助弱势女性 最后江四更平 这个才能与玉景携手维护大洲和平 两人最终幸福生活在一起 二 龚俊拍《暗和传》 这举动惹怒诚意粉丝 陆剧男星龚俊 2015年出道至今都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而是自己创立工作室 她2021年搭档张哲瀚 主演单改古装剧《山河令》 饰演一正一邪的鬼谷谷主 温客行爆红成流量男星 此后龚俊同一年又一连播出 《指尖少年》 《你好火焰蓝》 《而你刚好发光》 和《沉睡花园》四部作品 但人气加成远远不计一部《山河令》 2022年龚俊完全没有新剧播出 直到去年播出 分别搭档迪丽热巴 钟楚希主演的古装剧《安乐传》 都会剧《我要逆风去》 没想到睽谓一年回归荧幕 收拾跟口碑更惨淡 近来龚俊搭档杨幂主演的 《胡耀小红娘》月红片播出 又因为两人没CP感 加上演技烂 被网友疯狂吐槽 让龚俊事业持续走下坡 龚俊日前开拍李鸿意 刘学义 敖瑞鹏主演的少年歌型的外传 大男主武侠新剧《暗和传》 礼品翻身 日前剧组释出 他21秒黑衣撑伞花絮 侠客气场十足 观看次数目前已突破2000万 且龚俊日前还大方请诚意同期 正在拍摄的对手新剧 富山海剧组和饮料 两部作品都是大男主古装题材 如今差不多时间开拍 日后有机会成对打劲敌 龚俊超前释出善意 没想到却惹怒诚意粉丝 首先由于龚俊请富山海剧组和饮料的黑板上 写着特别感谢中简和方简 这两位 一个是富山海总制片中军燕 他同时也是诚意所属的经纪公司 欢瑞世纪的创办人 另一个是富山海编剧刘芳 让诚意爆红成陆剧男生的莲花楼 也是出自他手 第二个关键是龚俊 还特别等诚意离开后 才请富山海剧组和饮料 因而被诚意粉丝指 是想讨好欢瑞 介意日后跳槽 又或是为下部剧寻找着落 凯酸龚俊在山河林之后 脸谱七部剧 当龚俊粉丝则解释 龚俊进来也请了 刘雨宁李一同的书卷一梦 以及白露增盛西的 林江仙等剧组和饮料 并非只有富山海剧组 不满回呛诚意粉丝过度解读 只会搞阴谋论 两家粉丝在网上隔空 焦火炒饭 三 赵露丝新剧热闻 陈伟霆画面曝光 陆剧新生代女神赵露丝 与吴磊演出心汗灿烂 以及与陈志远主演 偷偷藏不住 结成爆款剧 她与老九们 湖中夫人的陈伟霆 近日开拍新剧 《许我要眼》 赵露丝在《许我要眼》 饰演知名电视主持人许颜 因此造型彻底甩去甜美标签 转型走性感OL风 既黑底白点包团窄裙 黑色爱心领连身造型曝光 日前赵露丝又有三套新造型曝光 全是白色系 第一套是大陆锁骨的 白色瓶口珍珠扣 珍枝长衫 配奶白色西装裤 第二套是白色挂脖 深微无袖短裙套装 第三套是米白纺纱大圆领上衣 配短裙套装 赵露丝放下一头蓬松长发 则戴上珍珠耳环 更让造型画龙点睛 性感又贵气 尤其赵露丝连走路姿势 都有别于过去 在校园剧中的俏皮模样 变成步步气场凌厉的 玉姐大女主 惊艳全网 但她下班又立刻换上休闲私服 与两只腊肠爱犬 Dale 点点在片场玩的不一跃乎 显见赵露丝私下 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开朗女孩 此外赵露丝与陈卫婷同框牵手 吻戏也曝光 只见赵露丝一手提着公文包 身边靠着行李箱 陈卫婷看着黑色奔驰J-Class 前来送别 两人一见面就是先牵牵手 随后赵露丝帮男方戴上墨镜 陈卫婷点了一下嘴唇 是以索吻 赵露丝便二话不说就吻上对方 浓情蜜意 藏不住 让网友为之沸腾 但就在赵露丝笑容满面的 目送陈卫婷离开后 赵露丝却立刻变冷脸 显见两人在剧中的关系 并非表面上甜蜜 引发全网好奇 而赵露丝造型绝美 演技在线 更让虚无耀眼刚开拍 就再被看好成爆款 虚无耀眼改编自张月然的小说 大乔小乔 讲述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许颜 赵露丝世 外表光鲜亮丽 内心却藏着童年创伤 他在大城市孤军奋战多年 才终于拥有一席之地 为了与富二代男友沈浩明 陈卫婷是结婚 他精心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 最后成功嫁入沈家 两人却因出身背景 价值观的差异分道扬镳 离婚后 许颜丢了工作 面对事业与婚姻的失败 他快速重振旗鼓 而沈浩明却发现自己 已深深爱上许颜 从此开始慢慢追击路 四 刘雨宁离同甜蜜搭婚 她登门抢亲便闹剧 陆剧女星离同 在2017年版的射雕英雄传 饰演黄荣一角走红 更被封为最美黄荣 而后他陆续演出 特战荣耀 苍蓝爵 累积人气 去年主演行真扫黑犯罪剧 狂飙 暴红后 戏约满当 接连与去年 凭莲花楼 暴涨562万粉丝的诚意 二大合作英雄志 活跃小红娘王权篇 也与莲花楼男二 曾顺希 以及长相似的邓维 拍摄古装剧 云秀星 如今又与去年 因搭档刘诗诗 转移念观山爆红的刘雨宁 正在拍摄 古装爱情喜剧 书卷一梦 男主运十分暢望 日前 李一同 刘雨宁在书卷一梦的 大婚场面曝光 李一同服装外绿 内红 头戴凤冠 霞佩 刘雨宁则是全身惊鸿 两人造型都是全身华丽闪亮 原本 刘雨宁抬起李一同的下巴 两人深情凝望 看起来差一点就要吻上 李一同却不知 看见远方出现什么 突然神情慌张 一掌把刘雨宁推开 另一幕画面拍到 原来是王右硕 饰演的男配 楚归红 冒出抢婚 此后李一同 刘雨宁 王右硕三人 竟然上演互同荒谬场面 用网友爆料 改段剧情 为王右硕 因喜欢李一同 想抢亲 李一同眼见王右硕破坏自己跟刘雨宁的婚礼 便一刀捅向王右硕 没想到 刘雨宁与王右硕 曾有一段不可言喻的感情 刘雨宁捅向李一同 王右硕眼见李一同被捅 则捅向刘雨宁 李一同因为心疼刘雨宁 因而拔出剑 再捅一次王右硕 其他两人又再次一续捅到他人 因此 三人身上共有六个伤口 传出 由于闹剧场面实在太荒谬报效 就连三位演员自己都演到笑风了 画面曝光也嫌弃网友热议 不愧是原创剧本 要有多电就有多电 好想看三脚链修罗场面场面 能不能边拍边播啊 《书卷一梦》 虽是改编自千山查克的小说 重生之嫡女霍飞 但除了大概原著设定 主角名字也都有调整 可以说是与原著毫不相干 主要讲述 180线女演员宋小瑜 李一同事 意外穿进剧本世界 成为女主角宋一梦 遇到阴狠绝情的南衡 刘雨宁氏 两人上演了一个又一个剧本名场面 随着与南衡接触的日益加深 这场纸片人与既定命运抗争的 改命之旅 也徐徐拉开了帷幕 好了 看完本周的四个新剧资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到评论区留言吧 看完后